来关心苗栗有一间知名国中啊 当中有九位的国中同学呢 喝了学校所提供的免费将军牛乳之后呢 出现了恶心跟拉肚子的情形 紧急送到医院目前还好是没有大爱 但是业者强调说这个牛奶并没有过期 没有坏掉 是不是学生一次喝太多了 才出现了乳糖不耐症 但是卫生局非常紧张 除了采集化验 也全面的禁止学校再提供将军牛乳 有名国中生躺在医院急诊室 有人虚弱的掉点滴 有人还可以走来走去等待检验 他们都是苗栗知名国中的学生 喝了学校免费提供的将军牛乳之后 陆续出现恶心腹泻的症状 赶紧送到医院 这群学生看起来都相当的虚弱 家长很紧张赶到医院来关心 而学生喝了将军牛乳 是这种125cc的小瓶装 生产日期是11月24号 保存期限是到12月3号 照理说应该没有过期 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 那个孩子个别的因素 因为全校560几个孩子都有营用 他只有少数出现这些状况 那至于检体的部分 必须等待医院检查之后 才知道是怎样 那应该不是有陷入这个部分所造成 将军牛乳也强调 牛乳出产之后 全部都是以低温控制运送 他们怀疑可能是有学生一次喝太多 喝了两瓶才出现乳糖不耐诊 通常你几百差进去吃的时候 味道一定有 他不可能厚下去 厚不下去来 马上就吐掉了 业者强调 有问题的牛乳一喝就知道 学生不可能喝下肚 这是苗栗县政府 每个星期两次免费提供给国中生喝的将军牛乳 卫生局已经采集牛乳化验 到底是什么问题 七天之后结果会出炉 不过在这之前 学校已经不敢再给学生喝这种将军牛乳了 中文新闻张建中苗栗报道 中文新闻张建中苗栗报道